这个是你特别找我做的 因为事源就是有一个节目就和芷晴做的 就是讲关于这个因为有网友问 关于这个张五常的一男子货币理论 我就和芷晴回应了那位网友 你有点看法 其实如果网友留了 你有看的吗? 你竟然有看 你好像有看我的影片 通常你不会看我的 因为太多的 但问题就是 但是后来到最后 我想讲完之后 有网友都将我的看法讲出来 因为我之前写过 写过两三篇文章 三篇文章写出来 所以其实都是解释了 但我都再特别 因为可能有些人未必看留言 所以都特别讲一次 关于他那个一男子物品 其实将所有的户律制度 我从头到尾再讲一次 书你没写过的 那是书没有写过的 书没有写过的 书没有写过的 因为那个题材 书没有写过的 书没有写过的 因为那个题材 书没有写过的 这个题材 其实我将 如果第二集 或者第三集 还会讲一个 储处备 那是会讲的 储备会讲的 但是这个就未讲到 那其实呢 他讲的有个挠 书有个挠 一个是 欧了一个货币 港币 那很简单 那他的意思就是 因为大问题就是 这个就牵涉到 到最后 你最终的一个 都会有一个货币 到最后是没有的 就是我欧着美元 那美元也会没有的 是 以前就 澳元 澳门 澳门 就勾着港元 OK 那跟着港元 就勾着美元 那只要勾来勾到 那他就勾着扣卖力 其实美金也没有勾着扣卖力 那 那于是你会勾着什么呢 他就勾着发行量 那美股的发行量 我忘记了 我写过那个发行量 但是我忘记了 那个发行量 好像是每年不超过 30%或者50% 那样 勾着发行量 你说福利文那个 是的 每年3% 3-5% 最基本的工程 是的 就是发行量 就不要搞了 总之就是每年增加3-5% 那就是经济最好 这个就是比特币最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它增加不了 所以比特币就只是做reserve 但是reserve 就是currency 那个关系 我就是想说的 但是很多人会搞乱了 储备 和 就是货币的储备 货币的backup 和货币本身这个关系很复杂 所以第二本货币的文化 会讲这些东西 如果写到的话 那接着 所以呢 所以它讲的 到底是捞住储备 还是捞住什么呢 本身那样东西 我想很多人都会混淆 如果捞住一些currency 就不同 但是到最后 你finally 你有一个最ultimate的currency 那很多人都会说一蓝指货币 一蓝指货币的意思 其实你会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 或者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捞住哪些货币呢 那些货币本身有升跌的嘛 所以你不是不停的 那样东西呢 而且你做着那样东西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黑箱在面 当你做adjustment的时候 你就会牵涉到很多贪腐 其实这个呢 我想讲讲 其实中国那个 原本是钉着美元 朱鎔基时代的时候 是 其实就是 我没有记错 其实是200 应该是2005 2004-2005年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的升值压力很大 那当时温家宝就 当时温家宝就 他就讲过一件事 有一个记者会 问他 就是关于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以及汇率的改革的问题 温家宝就讲了一句 四个字 即什么时候会改呢 就是出其不宜 你搜索温家宝 和出其不宜 你找到2004年 是 这句说话 应该是2004年 那由2005年的时候 他就出其不宜 无故有一天 就宣布 就是将他勾住一男子的货币 是2005年 那天也挺突然的 因为其实就是正确实所说 如果我之前 我想定有这样做 那其实你也是可以 后面一头颈 那情况就是 你要牵涉 但是中国本身是有一种 那种 那个party discipline很强 所以他对于那个惩罚 所有的东西控制的人 控制得很严密 控制官员控制得很严密 所以就算你控制不严密 就算你可能有些上下棋手 你到着你外父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军事机构 中国本身到现在 都是一个军事机构 所以它是一个军事 但是当时温家宝是 因为其实有你的意思 怕有人收封 但是你现在都会的 都会有一个状况 但是问题就是 你现在牵涉到 第二个问题就是 一蓝指货币是unrealistic 因为一蓝指货币 不就是美元 难道你去耳其尼拉 全世界都有美元 一蓝指货币 那你去到七成百美元 那你还有一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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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整件事就是 一蓝指货币是unrealistic 但是 其实我想问一下 其实中国是不是 他当时温家宝就说 转了一蓝指货币 不是美元 其实这件事还是不是 现在今天为止 正方就是这样 在货币来说 我是研究理论的 所以不管实际上是否 我不知道 我只是讲一个原理 他讲一个原理 我听一个原理 我知道究竟是怎样 就是股票来说 particular的股票 我真的不知道 我讲一个原理 原理就是 就是张勇sir就提供 一蓝指货币 一蓝指货币的价钱 一蓝指货币的价钱 因为他都说 你都是购买力 只要我保持购买力 一蓝指货币就是 是什么 那这个就会牵涉到 第一就是 你的货币会unrealistic 就是现在 你从美国这个放水 你会看到的 就是 那一蓝指货币 原来最大宗的交易 现在 是投机性投资性产品 现在的蓝指货币 这个货币 你正同消费物价挂勾的话 那你就是 你的货币 你反映不了整件事 那于是你会变到 你消费货品 消费货品就 消费产品就 消费产品就 价钱就在那里压低 而呢 刚才说 你买不到楼了 最简单的 你会设定不到楼价 是 你会设定不到楼价 因为它是不包楼价的 是的 它的原因是因为 不同的楼有不同的价 是 要有直接价钱的 才可以放在楼价上 所以 作为货币主席 是这样的 很多 当年的时候 我们大家一定记得 德国 曾经做货币崩溃的 192年的时候 但是结果 它就是跟德国的房地产挂勾了 跟这个 property 挂勾了 你可以救回 就是到最后 那个储备 你可以变成房地产 是的 所以它就把房地产挂勾了 所以整件事就是 整件事就是 就是 你用这件事 去 这个储备究竟是什么 是 你不可以 有一个 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 你的货币当你被追击的时候 因为你会有什么 那你要是 作出对冲 就是说 现在如果港元是被抛售 那你就 沽出美元买入港元 你就可以能够对冲 因为你是一个 你是一个 你是一个什么来的 你是一个 你是一个 唐美人挂勾勾 但是如果 你是和一男子的 物产品 挂勾的话 你 那你 张鸣常说 只要是 说就可以了 说就可以了 但是当你被抛售的时候 你 你 没办法对冲 因为譬如你 米升了 你没有米 你估不出米 那你怎么捍卫呢 你不是效益就可以了 你不是 你不是用钱去买米 就可以了 因为你不是直接对冲 哈哈 如果米 你的钱的时候 那你就会蚀本 你就会蚀底了 因为你手上 拿着储备 那些不是什么的 即是说 现在你假设你是和英镑过后 你手上拿美元的 你大件事了 那你现在英镑升了 我跌了 你估美元 你只要对冲不了 那样东西 你不是拿回那样东西的 就是市场没有一个方法 去对冲 因为你卖不了那么多米 你卖不了这个方法 是的 但是你 储备那么多米 仍然牵涉到货币 密买都讲一个问题 为什么 如果我下鸵皮去做 货币 因为如果 如果下鸵皮去做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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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没有下鸵皮去做了 所以很多人就说 所以 Wallum Buffett 所有很多大人物 他们都不明白这个道理 为什么比特币 或者黄金 那些原理 货币的基本原理 就是你一定要货币 完全没有用的 那些人经常说 比特币没有用黄金 你那样东西反而是 它是优势来的 但是很多人 这个基本原理 很多人不明白 货币是一定要完全没有用的 所以那些人用大石货币 那些货币 你不可以盯着一个货币 因为你那样东西 第一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没有对冲 第二你也是要有用的 那所以整件事是 多么解释不通 而这件事就是 一红钱货币 或者一红钱货币 我觉得就是 每一种货币制度 都有它的缺点 问题就是 你有缺点 你怎么办 那些人这样去 尽量力得到 不是那样的 惨重 那港元去对美元 是比较好些的 那如果你是很大的 你一定是 作出某种自由浮动 自由浮动 因为自由浮动 对你的 你的 obligation 最少 如果你很大的 你一定是自由浮动 所以其实各种不同 而張五常一男子物品的話 我不明白張五常 我一個這麼佩服 和他犯錯是最少的 他犯的錯是比法利文更少 怎會犯一個這麼可笑的錯誤 這個是屬於我見到他 所有的錯誤中最可笑的 就是最低級的錯誤來的 但是我不明白他為什麼以他的水平 因為他其他所有東西 甚至是很近年寫的東西 都是很有水平的 他所有的東西之中 這麼多東西之中 我覺得最沒有水平 不應該是出字句口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你問一下你的朋友崔教授 再託他問一下他 或者最近有什麼看法 其實最近沒有說 因為最近都輪不到這件事 沒錯 我想我過兩天 我約崔教授吃飯 你先出來 好 好 拜拜 謝謝大家